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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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談談郭懷一事件 什麼是郭懷一事件 他是荷蘭統治台灣時期 最重大的一次的暴動事件 或者你可以稱作起義事件 那因為暴動或起義呢 可能會有一些政治上的正反面的評價 我們不用 我們就簡單講郭懷一事件 郭懷一事件就發生在荷蘭人 派到台灣的第十任的大元長官 叫費兒堡統治的時代 費兒堡是一個大貪官 他出生在荷蘭德夫特市 所以他是一個傳統的荷蘭人 然後他來到台灣擔任這個大元長官的時候 運氣不太好 因為他來的時候 剛好也是鄭成功封守台灣海峽的時候 我們以後會跟他講鄭成功 是為什麼去封守台灣海峽 也就是說不讓中國大陸跟台灣之間 有任何順暢的貿易來往 所以在1649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荷蘭商館 就是在日本長期的荷蘭商館的日記裡面 就有記載說大元長官和評議會有報告 中國來的貨品日漸減少 但是談到逃到大元的中國人日漸增多 有7000人以上 注意到1649年就有7000多的中國人移居到台灣島 然後被認為是逃離中國大陸來到台灣島 然後這個又記載說 有日本人稱 日本人跟中國官員談話得知 在大元的中國移民有1萬人以上 中國的移民可能就有了 會攻占荷蘭城堡的傳言 都是在1649年荷蘭人所留下的紀錄 事實上 我們根據荷蘭人自己的人口統計 1649年在台灣島上有向荷蘭人繳稅的 中國移民的納稅人口就有11339人 其中男性有10501人 女性有838人 這是有繳稅資格繳稅紀錄的男女性的人口 也就證實那個時候就有唐三馬 所以有唐三公沒有唐三馬是錯誤的說法 但是如果以我們相關資料來推算 就是納稅人口不代表全部人口 有可能全部人口是納稅人口的1.4倍 所以如果乘以1.4倍的話 中國移民的總人數就會高達15875人 但是也有人說1.4倍太少了 因為當時有能力繳稅的人應該只是中國移民的一小部分 所以有人主張用3.08倍來計算 然後3.08倍的話 中國移民在台灣島在1649年的人口就會高達34924人 所以這樣的一個數字顯現出說 中國的移民的人數已經跟平埔族人數差不多了 到了1650年的時候 大元長官費額寶自己估計 他的中國移民人數至少1萬5千人 跟前面的所謂的1.4倍的計算是很合乎的 然後到了1652年他又估計說中國移民只差兩年 就從1萬5千人增加到2萬人 成長率33.3 這完全是靠移民不是靠本地去生產出來的人口 1650年10月30號費額寶就向巴達維亞總督報告 他說現在每個月都有1萬811億的人的中國移民繳納人頭稅 但是他說還有4成的人免稅或者逃稅 換句話說中國移民至少1萬5千人以上 這是費額寶這位大元長官自己的報告內容展示的 不過在到了1652年 這個跟台灣島相關的歷史事件一再的爆發 首先當時鄭成功還留在廈門跟金門 他的總部他的軍隊都在那個地方 鄭成功在1652年的時候 想要殺掉他的部將他的重要的大將叫斯郎 因為小事情他要殺他 結果斯郎就被迫逃亡 結果鄭成功不放過他 那斯郎逃亡了以後鄭成功卻把斯郎的父親跟弟弟都殺了 所以這個時候斯郎不只是逃亡 他走投無路了懷著殺父之仇的恨意 就轉投到清政府 清政府收到的斯郎他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這個就是1652年所發生的斯郎事件 這個也埋下了31年以後 在1683年 在1683年 心懷殺父仇恨的斯郎 就率領了清軍2萬多人 戰船600多艘 進攻澎湖 因為澎湖當時是屬於鄭成功的一個根據歷 就大敗鄭成功的孫子鄭克爽 因為鄭成功當時已經過世了 而且徹底的消滅了台灣島上 鄭嚴平亡國這樣的一個事件 不過我們回過頭來說 在1652年那一年斯郎事件發生的時候 這個早就有一些傳說 說鄭成功在廈門跟金門聚集了很多的軍隊 然後想要攻佔台灣 就變成台灣地區很多軍隊 中國移民不滿荷蘭人統治的一種革命的論述 他說鄭成功你看 他聚集了大量的部隊在廈門 這個顯然是要來進攻台灣的 所以我們要趁這個機會 配合鄭成功起來推翻荷蘭人在台灣的殖民統治 就是後來發生的郭懷一事件 結果郭懷一事件很快幾天內就失敗了 大概有4000到6000個中國移民被殺 有男有女都被殺 而且這個被殺的人裡面 平浦族也參加了荷蘭人一起鎮壓的郭懷一事件 平浦族很簡單的就殺掉了2600個中國移民 而且拿了中國移民的人頭跟荷蘭人領賞 所以中國移民的人口就從1651年的19600人 就減少到了1652年 一年之內就降到15000人 就整整少了4600多人 那這裡面還加 為什麼少了量沒有比殺的人多 因為這個時候還有很多中國移民 陸續從中國大陸到台灣來 所以有增加的部分 那費和寶基本上就是一個大貪官 大貪污官 上行下效 荷蘭在台灣的統治體系 就變成一個什麼貪官集團 那郭懷一事件以後 費和寶覺得自己是內外交困 就跟巴達維亞申請調職 那因為費和寶也知道說 鄭成功在金門跟澎湖所部署的這些軍隊 對台灣島過程很大的壓力 所以他可能也武力應付 因此他跟巴達維亞報告說 中國清朝政府與國姓野的戰爭 國姓野已經失利 台灣島很可能是國姓野最後的去處 不過費和寶在任的時候 有這麼高的一個警覺性 可是後來到了最後一任的大院長官奎一 想要增強對於這個鄭成功的防禦攻勢 需要很龐大的經費的時候 這個時候人在巴達維亞的費和寶 卻對奎一的想法激烈的反對 也就是他在任的時候 他覺得要加強防衛鄭成功可能進攻台灣島 他離開了以後去反對人家去加強防備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說費和寶是一個大貪官 他離開台灣島的時候 攜帶走了來源不明的財產 荷蘭頓有35萬噸 35萬噸大概是什麼規模 大概是8萬頭豬的價格 就說35萬噸可以買8萬頭豬 在那一年的一個當年的經濟體系下 這算是一個大富翁 不過費和寶這個離開了台灣以後 繼續在荷蘭東印度公司 服務了20年 那1667年 這個等於說這個荷蘭已經丟掉台灣之後 他還升任巴達維亞的副總督 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大貪官 但是也是長袖善武的一個大貪官 但是他說他反對最後一任大員長官 增加防禦攻勢 對抗鄭成功 也給鄭成功帶來進攻台灣的有利的條件 我們要特別提一下 在1642年到1651年 這長達將近十年的時間 英國爆發了十年的內戰 這個英國在這十年的內戰 是國會派跟保皇派兩派激烈的征戰 那當時的保皇派 荷蘭因為跟保皇派有一點血緣關係 所以荷蘭政府是強烈的支持保皇派 支持英國國王查理士 那國會派的領導人是誰 就是很有名的克倫威爾 但最後國會派在克倫威爾領軍底下 擊敗了保皇派 所以克倫威爾上台了以後 就在1651年10月 制定了一個叫航海條例 叫Navigation Act 他要報復荷蘭 為什麼 因為這個航海條例裡面規定 凡是要到荷蘭 到到英國跟英國的殖民地的港口 只許和英國的船隻進出 不准什麼 不准其他國家的船隻進出 這是有名的航海條例 所以荷蘭當時是號稱海上馬車夫 國際貿易的運輸 它佔有很高很高的比例 就這一下慘了 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使用荷蘭的船艦來運貨的話 就不可以運到英國殖民地的港口 而當時英國的殖民地在當年還算不少 不只不能運到英國去 也不能運到英國的其他的殖民地 所以荷蘭的航運業一下子就衰弱了 而且更慘了波及到什麼 波及到台灣島 因為台灣島當年的甘蔗相當的豐收 甘蔗豐收 就本來甘蔗的蔗糖價格很高 生產量不斷的擴大 結果一下子港口沒有英國船可以運 因為荷蘭船運的時候 運不到歐洲幾個重要港口 它主要還是要運到英國很多的殖民地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變成等於是英國抵制的 荷蘭在台灣島的蔗糖的出口 它不買的話 然後整個價格 蔗糖價格就狂跌 蔗糖價格一跌的話 甘蔗田裡面的甘蔗 就不會有人花錢去收成 所以變成蔗農的生計就陷入困難 蔗農的投資就破產了 就是台灣島當時在1650年 1651年 這個克倫威有制定這個航海條例以後 打擊荷蘭的經濟力 也同時打擊到台灣的甘蔗產業 所以造成台灣的經濟狀況 這個一落千丈 再將鄭成功封守了台灣海峽 不讓中國大陸的貨物賣到台灣島 所以你可以知道 中國大陸經濟被鄭成功封守 這個荷蘭自己的海外運輸行業 跟這個所謂的商業貿易 又受到了英國這個航海條例的杯葛 所以打擊到了台灣的蔗糖出口行業 這個是可以說是郭懷伊事件爆發的 很重要的關鍵背景 因為以荷蘭當時的實力 英國是唯一可以圍擊到 荷蘭的一個海上強國 所以荷蘭的國力也因此被削弱了 英國當然在這樣的經濟制裁底下 它也受到了損失 可是它損失遠小於荷蘭的本身的損失 所以就在1652年到1654年 英國跟荷蘭就爆發了第一次的英核戰爭 而英核戰爭呢 荷蘭戰敗 荷蘭戰敗 所以更慘 等於荷蘭的國勢就急激的衰退 不過大家注意到 這個英國的航海條例 在1663年 1673年 1696年 修改了三次 然後最重要的是在1760年 開始動用什麼 動用一個叫協補令 叫Rate of Assistance 就是任何人如果違反了這個航海條例 那英國這個政府呢 就指示所有這個民兵 地方人士啊 都要協助來逮捕違規的人 而且要嚴厲執行 結果在1760年開始也嚴格執行 就影響到很多英國殖民地的生計 因為英國很多殖民地啊 要出口的時候 單靠英國的貨船來運 不夠 還要靠荷蘭其他國家的運輸 結果只有荷蘭的 只有英國的船隻可以進出 這些殖民地的港口啊 第一個受到影響呢 就是英國在美洲的殖民地 在殖民地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就導致1776年的美國獨立 所以你看啊 同樣一個法令 在1652年造成台灣的 這個郭華伊事件 到了1776年又造成的 美國的獨立戰爭 所以一個法令影響這麼大 在歷史上真的是很罕見的事情 不過我們要注意到說 費額寶任期結束 離開台灣的時候 台灣的經濟結構也有很大的變化 因為原本在大園地區附近的耕地面積 它上任之前大概只有5000甲 其中米田有3700甲 甘蔗田有1334甲 就種稻米的田比種米還多 可是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 他上任前大概1649年時候的一個狀況 但是到了1653年 耕地面積 因為中國移民不斷的進入台灣 從5000甲增加到了8400甲 不過這個時候 甘蔗田的面積就遠遠大於什麼 稻田的面積 換句話說台灣島上有名的米糖香客 糖的價格好的時候 大家跑去種甘蔗 糖的價格不好的時候 大家跑去種稻米 這個叫做米糖香客 台灣島上一個很獨特的產業現象 但到了1653年 可以看得到大園的財政收入 關稅 市場稅 貨物稅 貿易利潤的商業收入 已經比土地稅 包括什麼 地租 人頭稅 手內稅 多出1.3倍 1653年 荷蘭大園當局的財政收入 有667000噸 土地收入只有285000噸 商業收入381000噸 然後總支出多少 328000噸 也就是說財政營餘相當好 有33萬8000噸 等於是財政營餘等於總收入的50.8% 所以財政狀況非常好 但是很不幸的 郭華伊事件還是很嚴重的爆發了 那我們下一集就來詳細的解釋 郭華伊事件 謝謝你的收看 謝謝